展出在地魅力 台中太平区有超过2000家铁工厂 而发展出铁艺文化 区公所为了推广在地特色 攜手情艺科大办展 从即日起到12月8号 在屯区艺文中心展出 不仅有在地艺术家作品 还有社区及学生的创意作品 将NG零件重组变成工艺品 太平区有2000多间铁工厂 为了将制成废材妥善运用 发展起铁艺文化 而这次去公所也洗手情艺科大 合办铁工艺展 结合我们太平的五金产业 还有我们各大学的师资 还有我们同学们 大家共同来把我们的五金产业的 手工具的这些产业技术 希望能够来升级 提升我们的美感艺术 将断铁弯曲做出像马车的造型 还有融合铁罐做成的机器人 铁片组成的台湾图案等 这次展览结合在地社区 学生艺术家 共32件作品在囤区艺文中心展至12月8号 不只将废材再利用 也传达出在地的文化精神 我们的主题是叫拼铁巡异 那也就是说由我们早期 早期我们很多工厂的这些匠师 这个数十年来 在地耕耘打拼的一个精神 能够用这个灰铁 能够创造一些艺术品 感觉非常的有那个成就感 因为风它给人家感觉很抽象 又很美丽 所以我就用了风动作这个主题 透过作品了解艺术家的视角 也借此让民众更认识太平的历史脉络 铁公异展不仅展现了废材与艺术的融合 也让太平区的独特魅力 再次被世人所看见 感谢观看